介绍另外一道美食 这个美食你们听了千万不要划走 因为里面绝对是你们想不到的 每个人都知道它叫 北京烤鸭 但是这个北京烤鸭的持法的话 它和我们那个地方重庆 那些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重庆完全不一样的 绝对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我转来转去想吃一点没吃过的东西 我看了现在也没吃了 转来转去也没什么好吃的 就吃点这个北京烤鸭嘛 主要是这个北京烤鸭想让你们看一看 它有什么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 现在我就进来吃一下 吃一下这个 吃一下这个烤鸭 我乱找一个位置 慢慢你这个位置实在有点折 这个烤鸭是33块钱 老板有没有水呀我渴死了给我倒点水来 我们有矿泉水小瓶两块然后还有饮料 那就来一瓶矿泉水吧来一瓶矿泉水嘛 来一瓶矿泉水啊 两块钱 我们那个地方做生意水都是免费的啊 你们这个地方什么都要收钱了啊 来一瓶来一瓶 这个地方的人他都不喜欢上镜 我还是遇到 谁要是把我吹成电影明星的话我高兴死了 他说这个 他说这个 其实这个烤鸭呀 说实话 我都吃得没感情了 你知道我们重庆那边也就20块钱一只 大概20块钱一只啊 那个一只20块钱 大概两 一斤半斗两斤重 吃得人都头皮发麻啊 不过呢 听说他这个瓷发呢 好像是骗着皮质啊 不是吃那个米饭 然后是沾着那个什么磨嘛 什么吃啊 我钻来钻去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吃的 就吃一下他这个心香味嘛 对我来说 吃的东西也没什么感情 反正什么时期 什么东西都是 尝一下味道而已啊 到了这个地方呢 每顿都吃面食 吃得这个人啊 这个心啊 都有一些发毛了 矿泉水啊 哦 美女啊 啊 美女啊 矿泉水呀 我等一下啊 哎 给我弄一瓶啦 我喝的是 赏子都冒烟了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это 哎呀呀呀呀 不过问题 都冒烟了 刚才进那个店了 我气就不打来 当时我进去的时候 录了一个视频 就那个人在里面 他要我酸出 然后呢 我又拍了一个视频 就是真实的反应情况 然后他又说你这个不行 我的天哪 我吃他一顿饭 还得去叫他那么多 算了我不吃了 我就冒火了 我说你说给我水吧 我说水两元就两元 重庆的水都是不要钱的 我说给我一瓶矿泉水 他还迟迟不给我拿来 这里的人做生意 全是老爷 他不做算了 我不吃 本来就不饿 真是气死我了 这个烤牙丁 我不得不说一下 就是我进去的时候 就那个女孩子 就在店里玩手机 大家也看到了 她在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 我是第二次进去 第一次进去 她这个店里也没有一个客人 然后呢 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好吃的 然后我才第二次进去的 她店里照样没有一个客人 可以看出她这个生意是非常的差 因为我第一次进去呢 我就想录一个视频 本来是想了好好给她宣传一下 这个店 但是呢 但是呢 她出现什么情况啊 我给她宣传这个店 我录了相 她让我酸了 我说酸了行 我说我就录一下这个烤牙 我不录的人 她就在那里磨成了半天 水又不给我 然后就磨成磨成 说她的烤牙也不能拍照 我就在想啊 我估计这个店啊 她的生意这么差 肯定是有生意的 要么就是分量 这个服务态度 大家也看到了 真的是不敢崩微 至于她那个数量和质量嘛 我估计也属于见不得人的那种啊 所以她才这样做 反正在西安这个地方 这个服务行业啊 我感觉整体上来说 这个都是非常的糟糕 这里有两个美女啊 穿汉服的美女啊 现在又是另外一个十字路口啊 这里的景色还不错 拍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十字路口叫什么十字路口我不清楚啊 这个糊辣汤什么时候有啊 这个糊辣汤 里面怎么没人呢 这个糊辣汤上一下 肉丸糊辣汤可是没人 它这个是早上年年了 肉丸糊辣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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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没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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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